大型的方网估香港这边,你未必很特别的意愿会很好 但是有货又怎么办?Yvonne Chang, 腾讯468元有货 可以怎样呢?其实我都理解的 我首先这么说,我不是说要看探他们 但是我纯粹是一个叫做相对,你说直播率 或者叫做out performance,未必那么容易做到 但是他应该会和大事同步的,那也会有理解的 因为始终腾讯这些,那就是就算现在最近 也有些机构,那找我去做一些 private webinar 的时候呢,其实都见到 一个情况的,其实都讲了很多其他的机遇 但是始终就很多人就会问,坐住了这些 那我自己这么看,就是你说 一个长线一点的想法,我估计今季 就是大家对于就是中资这些科网增长股呢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期待,是的,我都不用那么衷敬 期待就是大家开始要感受到就是内地的政策呢 真的可能对他们会放宽一些 就是政策见底的感觉可能需要见到 第二个对他们的目标,或者市场预期 那但是就是,我觉得可以这样看的 就是这段时间你说要一阶科网股 完全要很有动力呢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 可以看着美股两只中概股的 就是富途和贝殼 如果那两只股份呢,我觉得走势慢慢越来越好 如果那两只股份真的站到上去 第一季的平台区呢,那我相信呢 就是香港这边这些就是中资科网股 或者中资增长股呢,那就会 气氛会好很多的,是的 我只能说到一个指标 给大家看,到底我们现在用的 什么指标去看这件事